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他美凤这边啊也是成功在加美丽的嘴里打听到了总部的地址那是前去报道啊到地方了以后他就这么一看啊还以为是进错门了呢我要不说这是邪教总部的话你们能看出来吗这是田园风景北华夜大地风光雾风啊这典型的农家乐吗这不是啊那圣福教这边啊是一直提倡健康环保的啊食物自给自足能源循环利用垃圾准确分类要是他们用的化肥的原材料不是人的尸体的话那简直是堪称完美王把这个大家一听说这美凤是打算入教是不是啊那家伙就差是八太道就往里抬他去了就讲话说说又来一 这位贵宾啊这位家人您里面行经过以后啊这个教主正准备演讲了是吧这个所有在场的人都必须先服下身腿蹬下完为了不引起怀疑就咱美凤啊也就只好照做那人在无言下是不得不低头啊结果吃饭了以后就感觉说好啊好嗨哦你看感觉人生已经倒倒了巔峰感觉人生已经倒倒了高潮嗨嗨嗨你就啊那就讲话说说外面男耕女之的这里面洗脑壳药你说这反差是不是有点大呀好此行啊这个美凤也是有意外的发现就是小胖这个家伙竟然也在这当信徒说难道他是被怨务派过来帮忙的还是说单 单纯的被邪教给蛊惑了最后把这个教主还给教徒们是展示了几张环境被污染的照片并且声称圣服教的宗旨就是绿色无公害节能右键牌保卫原生态共创新时代不要再等太快加入进来高端右锡派百利无遗害那再者说就是另一条线了就是这个老警察身边是有一个叫铁柱的跟班之前呢他是为情报屋是提供过警方内部的资料但他唯利是图就扬言说如果情报屋是给不出自己满意的价格的话就向警方这透露他的全部底细是端了他的脑弯不过好在咱们怨� 那是及时出现就比二说说要将铁柱是收于挥一下那年薪不出意外的话五千万打底是没什么问题了一表诚意我先给你五百万当做定金你考虑一下不是那还考虑少还都知道待遇了是吧这个铁柱也是二话不说的立刻翻水当了怨务的妈仔而情报屋这边一听报价呀当时就不乐意了就讲话说说怨务啊我咋的也跟你混了这么长时间了一年也就挣个五百多万要凭啥他一出场就比我翻了十万啊就因为他比我年轻帅气头蜜干净力正有活力是咋的那没想到你是这么现实见夫见的一个女人不是要我说 不是为了保你吗这是啊我知道这个人信不过你放心吧他这猪脑我另做他用很快呀这个铁柱就带着那份机密文件来找到了怨务就讲话说说我为了得到他啊那是煞费苦心因为我小心还把血川的小情人给宰了你说我身为警察那为了你杀人犯法就是知法犯法就冲咱俩这个交情我给你开个友情假一个亿不过分吧不过分是不是啊但是吧就由于这个金额是过于的庞大等我准备好了以后我会主动的联系你那铁柱走了以后啊咱怨务间反省把这份文件是发送给了老警察不是啊咱刚从警察手里是花一 一块钱拿过来的东西这还没物热乎呢又给人送回去了我的妈怨务啊我是不跟你混了是不是再这么下去的话快啥都被丢了吧你慌气毛啊我现在只需要一条会喊666的咸语我跟你走着瞧吧最后这个老警察那边是收到了文件以后里面的内容正是圣服教内部人员的构成而这个警局高管那果然不出所料啊是出现在了名单上那要这么看来的话这个松花经的死肯定是跟他脱不了干系了那隔天这位老警察是把文件交给了一位前辈啊毕竟啊就想靠自己的能力搬到上级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那倒不如让资历教身的前� 去处理这些事我告诉你那是成功帅锅呀在老警察去福利院看望领美的时候是突然发现了他头顶上的摄像头那往后就讲话说说怎么的啊你们福利院的这个头盔狂也太猖獗了是不是啊那家就跟他摆着你是当别人眼瞎的怎么着啊不是那个摄像头啊其实是两年前这个圣服教教主安装的就说什么领美是他的未婚妻将远程的看过病情啊所以我们就没拦着他好小不小的这个老警察一出医院呢就看到了咱们院屋的身影那随即两个人就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追逐战呢就奈何他们的院屋轻了得呀这个老警察 他是完败呀后来院屋还调查到说原来那位有威望的前辈竟然也是圣服教的人啊那为了防止这个老警察是继续把这件事追查下去他是已经把那个警局高管师给抹杀了我的什么的呀这个警察局上邪叫给包园他咋的那都是他的人呢最后啊这个画面就来到咱们院屋这边啊他是通过小胖脖子上戴的摄像头得知说美方最近吃那个身腿弹眼丸的就吃的已经是六亲不认了那成年就跟个脱了江的哈尔奇似的不分底我呀往小胖这边啊也是莫名的是归顺邪教了要是再这么下去的话啊咱们可是要损失两 那经过一系列调查得知啊这个身腿弹眼丸是圣服教特有的三无产品那只要一旦碰上就上瘾那有了他呀那个圣服教教主这边就可以顺利的是控制教徒迅速的扩张团队那不久之后啊就是这个教主和灵美大婚的日子了啊人家那边也是特地的给准心娘先接回了总部然而不就到了地方以后啊这个教主跟灵美没唠几句以后那就看出了端倪就讲话说说虽然我的灵美那小时候是受过刺激啊这个智商也就在五岁左右啊在我心中啊他一直是那个目不失丁的可爱少女然而我面前这位他显然 是十丁的你知道吧 你眼无怨无出逃那然而吧就咱们小胖呢听完了以后啊是瞬间的恢复了意识啊要是这么看来的话在幻想世界面前呢你这个邪教洗脑就算个灯了啊宅男的乐趣你不懂啊那随后啊咱们愿无在出逃的过程中还抽空的是唤醒了美凤的意识那原来早就在美凤被洗脑之前呢咱愿无是已经提前给他催眠了啊现在只要给他晃醒就行了最后啊咱们愿无是在宗教徒的人体喵边下那是逃出生天的就讲话说说你们手里那个枪啊还不如快板砖好使呢子弹都干出去好几桌了连 一块挡风玻璃那都没干碎也如果你们的眼珠是没用的话请捐给需要的人行不行啊而教主这边在总部的不远处也是找到了真正的灵美啊隔天大婚的时候他小放现身是先故意引开了教主的注意力啊往往把他推着灵美是一顿神溜啊就等他们反应过来以后这俩人是早就没了踪影那这时候啊就铁柱那边也是收到了愿巫的短信就表示说一亿现金我已经是给你准备好了今晚七点你来码头取与此同时啊这个愿巫还给教主是打了个电话表示说说如果你想赎回灵美的话就带上一亿现金今天晚上七点来� 码头换人我的人会在那等着跟你交易那并且啊这个情报屋还冒充教主是给所有教徒是发了短信就表示说今天的婚礼取消改成直述活动那所有人今天晚上带着化肥来公园集合 然后吧就等双方都到了码头以后啊那铁柱就以为说对面来的人呢是怨巫的人那圣服教教徒这边同样也是这么认为的那两边都是动了杀人灭口的念想啊结果就是狗咬狗一嘴毛啊咱怨巫呢是做受了鱼翁之力是轻轻松松的是赚他一个亿这招格案关火他用的妙啊等教主到了现场以后啊咱怨巫就表示说你的圣服教也是时候该散伙了那份机密文件已经是被我发送到电视台曝光了我还顺便的向警方是举报了你们用尸体做化肥的事啊我想现在公园那边应该也挺热闹 等化肥的化肥结果出来以后那就可以定的罪了啊被逼见的教主那也是超级腐责是轻轻松松的是砍死了冤屋哎没错就这么给砍死了他姐不是你手上的枪是摆设是咋的呀啊你就留着以后打水仗用啊这主角秒灭炮灰的操作是要完全撒皮霜是怎么着啊然后把这个老警察那是火作的赶到案发现场以后啊是以故意杀人罪名逮捕了教主那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把这个老警察他又收到了一卷录像带那上面还是特地的标注着说里面的内容是要他和教主一同观看的而这个录像带里面的女 主角就是灵美他是借此交代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啊刚开始解说这个剧的时候咱们也是说过灵美在很小的时候这个家人就被一个杀人魔全给宰了那从那以后啊他就被送进了福利院猫吧就是时光飞逝他几乎都快把这个杀人魔的长相是给忘了啊那可就在这个时候这个教主是突然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就扬言说要娶她为妻这个男人身上特有的体位是让他这辈子都忘不了的他就是杀害自己全家的凶手那按照遗传学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教主和灵美其实是妇女关系他当初不仅是强暴灵美的妈妈还被迫人家是 生下了灵美最后又为了能霸占灵美是杀光了他的所有家人啊可如今这个跟自己有着血海深仇般的男人呢就站在自己的面前啊他却什么也做不了那灵美甚至啊自己根本就不是这个乱伦怪的对手那绝望他呀是动了轻声的念头而就在此时啊这个怨巫他是及时出现就表示说到说你反正早晚都要死啊倒不如死的是有意义的灵美是听从怨巫的指示用流算毁了自己的容啊然后就把脸是整的跟怨巫一模一样没想到吧我忍辱负重是装傻充了两年那为的就是有这么一天让你亲手杀了我原来呀被 教主砍死那个并不是什么怨巫而是灵美他最真实的女子最后竟然是惨死在了自己的手里同时至爱也算是对这个老面太那是最好的惩罚了从那之后啊这个圣服教是终于解散了教主也是认下了所有的罪行那怨巫那边也算是完成了孙徒子的委托啊又成功的拿到了一亿的委托金而这一亿是孙徒从一名退出圣服教的前辈手里拿到的机密文件就捣手卖了换来的钱那这回呀他的心愿也都了了是吧没啥放不下的了也不用等警察上门找来了啊我自己马上就去自首分片完那这个故事啊 是结合了怨巫本部第二季的剧情讲述的啊那有的小开就看完了以后可能会有点接不上趟的感觉有点没看明白这好吧就只要搜索关键词把莫子之前解说的怨巫本部都补习完了就一定能看得懂那行了啊在片子最后啊就是喜欢过怨巫小姐姐伙伴们啊就是跟莫子一块刷个完全撒花吧那行了啊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喜欢的小开别忘了收藏关注一半你们鼓励就是莫子最大的动力小开们咱们现在视频不见不散再见